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汝伦还曾成为李宏章幕僚 此后投身于教育 曾在保定连池学院 任教长达十几年 此后又在安庆创办同城学堂 在教育方面 中日甲午战争后 吴汝伦认识到传统的儒家学术 并不能使国家富强 因而批评科举制 积极主张向西方和日本学习 培养新世人才 在文学方面 吴汝伦受同城派影响极深 是同城派后 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尤其善于散文 吴汝伦屈成是江苏无息日 出身于士大夫家庭 是晚兴著名的思想家 政治家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同志四年1865年 曾国藩帅领相军 前往华北镇压免军 路过宝应时 薛福成投书曾国藩 受到曾国藩的赏识 曾国藩将其纳入门下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 曾国藩经常与薛福成一边下棋 一边探讨国家大事 曾国藩去世后 薛福成又投入李鸿章门下 为李鸿章出谋划策 光绪年间 薛福成初始欧洲 著有初始四国游记 薛福成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 又目睹了晚清以来 遭受列强侵略的种种驱逐 因而他反对八股取势 倡道京士之用 主张效仿西方发展工商业 其洋务思想主要体现在 仇洋厨艺义书中 薛福成张玉钊 是晚清著名的文学家 书法家 他的书法影响深远 被称为张提 张玉钊出身于书香门地 曾担任曾国藩的幕僚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张玉钊一直是曾的文案 但张玉钊对做官不感兴趣 离开曾国藩幕府后 开始在南京 湖内 陕西等地讲学授业 他广授门徒 作严书法 研究文学 他的门徒很多 晚清著名的壮儿诗业家张简 即为他的门徒之一 张玉钊的书法 黎树昌是贵州尊艺人 晚清文学家和外交家 黎树昌曾担任曾国藩的幕僚 光绪初年初始欧洲 黎树昌善于散文 在初始欧洲后 积极提倡教育改革 在文化领域成就颇多 著有西洋杂志 黎世文集等 参考文献 一 仇阳处计 薛福成吉 辽宁人民出版社 二 萧一山 曾国藩传 海南出版社三 王东玉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 团结出版社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